喔好長喔 哇好長啊 西門町很有名的開到新店捷運站 而且他主打的是說像現在是下午4點前 下午4點前成人吃到飽只要439塊 而且如果你有學生證的話還有399而已 他還有韓式的泡菜煎餅炒冬粉 也全部吃到飽 另外還有韓式的一堆什麼小菜啊 也是吃到飽 那我們這次直接來挑戰 菜單上每個人都給他點一個來自霸一下 走囉 而且你看 他招牌豬五花也是超厚的 耶~~ 我吃到了三高 三高喔 喔好好吃喔 他真的會沒有位置喔 因為人真的超級多 這齊是超級多 像我靠近海上的 可能是Helsingboro 或是蘭特 可能是沒有位置 那什麼需要 或是超級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德瑞克 今天是閒竹 外星人跟他女朋友來這邊支援 我們今天找了一間 現在他這一間的話是從西門町 西門町很有名的開到新店捷運站的二樓這邊來 我們沒有吃過所以我們來吃吃看 而且他主打的是說像現在是下午四點前 下午四點前成人吃到飽只要439塊 而且如果你有學生證的話還有399而已 我們現在有學生證沒有吧 439其實也是超便宜的 而且他是主要是他有11種的五花肉跟牛肉都吃到飽以外 他還有韓式的泡菜煎餅炒冬粉泡也全部吃到飽 另外還有韓式的一堆什麼小菜也是吃到飽 那我們這一次直接來挑戰 菜單上每個人都給他點一個來自霸一下 走囉 然後再來的話他這邊飲料的話有 我看這應該是美露 然後這應該是芒果的可爾比斯 然後有 雀巢的咖啡跟奶茶 再來的話有日式煎茶可爾比斯 水跟飲料氣泡飲 然後給大家講他這邊的話他這邊有加熱區 石鍋跟這個煮海鮮湯的部分 他都是你自己從桌上單點了以後 那這邊的店員會幫你加熱 加熱到滾了以後他再幫你直接帶到座位上去 對 很酷耶 還有給大家來介紹一下你看他這邊的話 韓式的小菜水果 這邊都是吃到飽的 然後再來的話海鮮煎餅 然後這個是韓式地瓜麻糖也是吃到飽的 再來的話是韓式的炒冬粉 玉球 然後還有這個韓式的炸雞塊 馬鈴薯薯條也都是吃到飽 給大家來看一下 他這邊的話他就是 會你那些熟食區全部都是吃到飽 然後他的菜單的話就是上面都是肉品 然後還有這個起司啊 牛五花豬五花 這邊的話就是直接讓你做畫的 然後來做加點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全部都把它點一個 所有的品項全部吃到 然後這邊的話我個人是推薦他的醬料四盤 你可以放洋蔥 然後生大蒜可以等一下可以包肉絲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的韓式醬跟這個辣醬 第一輪整桌全到齊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 就是他豬五花看起來很好吃 這應該是什麼辣醬的 對然後原味 這應該是蒜頭 然後這個是韓式辣醬 這應該是牛肉 這兩個應該就是牛肉 然後還有滿滿的切 那我們先烤這個好不好 欸有火嗎 先開火吧 喔好長喔 哇好長喔 超過30公公 這個比香檳大很多倍了 哇 我們的海鮮湯到了謝謝 好感謝你 這是我們的海鮮湯 喝起來是味噌的味道 聞起來是味噌不是喝起來是味噌 喔裡面還有海鮮料 很多料都有 這邊的吃法你看喔 這個 你可以拿一個生菜 然後再加一點蒜頭 然後把一個這個肉去沾它的一點醬 把它包起來吃 哇好酥喔 這個醬好好吃喔 然後再加蒜頭進去 超棒 這邊的話它剛才蛤蜊 然後你用這個盤子裝的話 你可以把顯金裝住以外 你可以自己去拿這個蔥跟蒜 再把它放進去 我們剛才擠蛤蜊煮完了以後 我沒有發現 欸我們蝦子可以再弄蛤蜊煮出來的湯再去煮 生活智慧王 哇這個看起來不錯耶 牛排 哇超爽的 哇 這真的超好吃耶 這油脂超豐富的 它的肉質我覺得很好耶 以吃到飽來講 厚度夠然後 它的醬跟那個調味調得超級好的 然後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是它的海鮮煎餅 海鮮煎餅上面不要因為吃到飽 它上面還真的都是蝦子之類的 吃吃看 欸 它海鮮煎餅 因為擺在外面 有點冷掉 可皮還是Q的 而且是 有那個炭香味 這應該是牛腱肉之類的 你吃吃看它的海鮮煎餅 是冷掉 可是它的味道還是夠的 而且不會 麵皮不會軟掉 還是Q的 它這個醬真的超好吃的 它是說這是黃豆醬 然後這個是韓式辣醬 可是我覺得它韓式辣醬 跟一般外面賣的不一樣 因為外面比較高狀 然後它比較是水狀 好吃這真的好吃 等一下我們就要看 我們這一位 肉食界的吃到飽完者 對對對 它基本上一個人可以吃 吃掉它 應該 上午的一半庫存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等下被老闆趕出去的那一種 來給大家來看一下它的小菜 這個是它的這個 這個是炸雞 裹著年糕的醬 然後這個的話 是韓式的炒冬粉 哇 它的中文炒的是鹹鹹甜甜的 還滿道地的 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蜜汁炸雞 它的炸雞好吃耶 嗯 基本上吃這一些 吃到飽雞腥就很划算啊 唉唷 我們好期待這個起司趕快融化喔 菜很多耶 它這有A菜 麻油海苔 海帶牙 青菜 泡菜 跟這個 豆芽 而且你看 它招牌豬五花也是 超厚的 怎麼變水碗了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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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肥啊 超爽 有啊對的到嗎 有 對的到嗎 我吃到 我吃到的三高 三高 喔好好吃喔 它如果本身有起司的話 建議直接加它的那個原味的那個豬五花就好了 因為它本身起司就有鹹度了 就不要再沾醬了 好吃耶 而且那個起司拿去沾那個 海鮮煎餅應該也好棒 哇好棒喔 好來吃吧 吃吃看膽固醇的感覺 味道是什麼 其實真的不用沾醬 因為它本身起司就有那個 鹹度在了 對 好謝謝喔 我剛才想到了 韓式炸雞 配起司 它起司配那個韓式炸雞 好好吃喔 因為韓式炸雞外面醬是酸甜的 配到起司的鹹味剛剛好 等一下可以吃吃看 好啦今天這一間店的話 我們介紹到這邊 剛才我有去問老闆 老闆他說這個阿豬嗎 西門店是創始 然後他現在在新店開的這次二代店 所以二代店跟原來的店差別有差在說 二代店他是沒有那個火鍋 西門店是有火鍋 那二代店沒有火鍋 但是他多了韓式飯飯跟這個大醬湯 海鮮大醬湯 基本上我覺得這樣子更划算 然後人超級多 所以你們如果是假日來一定要先定位 要不然真的會沒有位置 因為人真的超級多 平日4點之前439 就算4點之後499我也覺得很划算 因為他的熟食什麼都很棒 還不錯喔 那我會把店家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上晚參考 記得要先定位 那如果你有其他好吃的 不管早餐、中餐、晚餐、宵夜 都可以留言介紹給我喔 掰掰 掰掰